年延下孕,人体最需要的就是水了,也许一顿饭不吃没事,可是半天不喝水的话就要难受了,而孕妇作为一个特殊群体,更要每天注意多喝水,尤其是怀孕期间有这五个特征的孕妈,每天坚持多喝水,对你和胎儿都好。 一,孕期坚持上班的孕妈,现在只要是身体没特殊情况,很多孕妈都会选择继续上班,一是可以打发时间,二是给宝宝挣点奶粉钱,但是孕期上班也有弊端,很容易导致孕期疲劳,毕竟上班要有工作必须做,还要受人管制,很多时候孕妈工作起来就忘记喝水, 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,很容易导致身体缺水,从而影响身体健康,因此上班族孕妈要特别注意多喝水,不要因为工作而影响自己和胎儿健康。 二,孕期生病感冒的孕妈,怀孕后孕妈妈最害怕的就是生病感冒了,因为腹中胎儿很害怕孕妈吃药,一不小心就会影响胎儿的发孕。 那么,万一感冒的话,孕妈们一定要记得多喝水,排除体内病毒,加快新陈代谢,感冒就会好得特别快。 孕妈如果感冒厉害,还是要看一下医生,在医生指导下用药,千万不能自自用药。 三,身材比较胖的孕妈,怀孕后孕妈不可避免的会变胖,尤其是怀孕前就很胖的孕妈更要多喝水,因为体重越大, 需要的水分就越多,每公斤体重每天应喝30毫升以上的水,而且胖人出汗更多,多喝水是必须的,为了能够顺产顺利些。 孕妈还是要控制点体重,否则不仅不利于胎儿健康,而且产后瘦身太难。 四,孕起便秘严重的孕妈,孕起便秘成为很多孕妈的烦恼问题之医疗,便秘时间长了不仅影响孕妇身体健康,导致体内毒素过多,而且不利于胎儿的生长发育,因此有这个症状的孕妈一定要多喝水,早晨起床可以空腹喝杯而开水,有助于促进胃肠蠕动。 这两多是些蔬菜水果粗粮类食物,可以缓解便秘症状。 五,孕期、妊娠反应严重的孕妈,很多孕妈怀孕后孕吐特别厉害,吃什么吐什么,有的甚至喝口水都吐,这样时间长了会导致身体脱水严重,影响胎儿健康,因此孕妈妈如果孕吐很厉害的话,一定要多喝水,满足胎儿生理发展需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